我对你不微弱吗 是 这两个人情 你谁呢 我是动作 我不懂嘛 为什么人家都让我对你温柔一点 搞得像他们只知道我对你不是物业 你给别人造成的印象 潜意识明明就会觉得 一开始还以为傅首尔和老刘来上再见爱人三真的只是恰算演戏 然而直到看到了老刘对傅首尔的多次主动搭讪多不理睬 才明白两人的不应真的是到了十四年之样 而老刘忍不了了的地步 其实傅首尔和老刘的婚姻处的女强男弱特殊外 和万千普通家庭没有两样 一开始家庭经济条件并不算好 但有了孩子有了归属感后 两人都想带着这个家往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傅首尔在其他说中所红 在与原类节目中拿自己和老刘的婚姻次朝作段子之时 老刘没有任何不满而是积极配合做好自己的人设 那一段时间里老刘还和傅首尔一起上过不少夫妻综艺节目 然而随着傅首尔越来越事业有成 却反衬得老刘越来越无用 而再回看当初两人参加夫妻综艺的片段 老刘买东西要报仗 还要哄着傅首尔 尤其以傅傅首尔问老刘 我对你不温柔骂 老刘的求生欲让他解释都是外界的误会 所以最后两人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其实也无意外了